嗨,各位我是RH,今天我们来解25个灵灰 首先我们在墓地平原这里有三个 那先来做这三个标记点 第一个标记点我们先来从火纹废墟出发 这个游戏的灵灰多数都是在雕像下面 然后还有些就是在拿着狐的敌人 跟那个碎片也很相似 第一个就在这个雕像的下面 接下来就一路往北边走 经过了这个三叉口的十字几号之后继续往上走 就可以来到大桥北方 来到大桥北方这里就是治病村了 然后里面有蛮多道具可以捡的 像上面就有一个护符 然后在他下面就是这个灵灰了 在第三个标记点如果还没有开图的玩家 可以先在这门前方的十字几号这里出发 而你看到雪崖边这里有一条路 可以直接上去 然后前方有一个洞口 在那里呢你会从这边出来 岸上的道路终点 然后往三号标记点走 在这里 在这个地方也是可以先探索一下 有一个游影树碎片可以捡 接着我们来捡他之阵的灵灰 大家可以先在这里做一个标记 这个前面前方的雕像一共可以拿到两个灵灰 分别是第四和第五 第二个标记点我们从民宅小祭坛的篝火出发 那里是拿着湖的敌人 走路地上去之后一路往直走 然后往后看 就从这个屋顶上去 然后这火的敌人就在这个桥的前方 接着继续往前走 在第三个标记点就是这个雕像这里 接着第八个灵灰药打了BOSS之后才可以拿到 我们就往这个旁边的平台上去 上去之后一路直走 把门推开 然后灵灰就在门的右手边 所以这片区域的五个灵灰一共减完了 门前有两个 然后中间有两个 最后打完BOSS之后也有一个 第九个灵灰在三号标记点这里 大家可以先来做个标记 要来到这个地方会比较难哦 所以我这里做了一和二号的标记 方便大家指路 大家也可以把这两个标记给点了 那我们从城的前方这里出发 我们往一号标记点走 那里要直接下去下面哦 之前我那个开地图的影片呢 也是绕了原路了 因为之前还对这个地图不太熟悉 但是呢我们直接从这个一号标记啊 就可以下到去下面了 下到去之后会看到一只螃蟹啊 然后第二个标记点 我会标在这个洞的入口 旁边有一朵花 这里就可以看到这个洞口了 然后就一路往里面走 从左边这里进去 这个灵灰呢 我已经剪掉了 所以这里你们不会看到 这里就可以剪到了 接着我们来剪第十到第十二个碎片 这三个碎片都可以从牧师废墟这里出发 第一个碎片会在牧师废墟的后面 接着我们往牧师废墟的洞口里面走 会出来到玻尼村 然后第十一个碎片会在玻尼村下方的这个坑洞里面 接着也是从牧师废墟出发 往上面的这一个池塘这里走 从牧师废墟这里出来之后 会到达神殿镇废墟的过货点 前面也可以顺便把地图给剪了 那么第三个灵灰就在神殿镇废墟的下方这里 那么大家可以把这三个标记点先点了 所以我们从牧师废墟这里出发 前面呢就是我说的洞口了 可以去到玻尼村 在我们的右手边会有一个基因敌人 大家剪的时候要小心 接着我们就进入到牧师废墟下方的这个洞口 洞口的最深处有一个楼梯可以爬上去 爬上去之后就会从这个井出来 然后就直接前往第二个标记点 这里可以直接跳下去啊 接着传回到牧师废墟 然后去到北边的这个池塘 就能到达神殿镇废墟了 我们就从神殿镇废墟的篝火处出发 接下来我们要来到幽影城 这里会显示大鲁恩已经毁坏 那么大家在这里可以先把其他的支线给做了 但没有的话也没有关系 其实影响不会太大 在这门广场我们要走一个捷径来到城底积水处这里 那么第13个灵回就在1号标记点这里 之后就一度往下走 我们会来到苍蝇村 第14个灵回就在苍蝇村的隔壁 大家可以先把这两个标记点给点了 那我先来从幽影处出发吧 毕竟这个传送点还是蛮隐匿的 我先来从幽影中 先放左到最尾就有一個樓梯可以下去 這裡就是傳送到積水處的地方了 現在之後前面有一幅畫可以撿 然後右邊就是這個隱藏門了 然後做死關下去 下來之後就是成體積水處了 然後就直接往1號標記點走 撿完碎片之後就一路往南邊走 途中會穿過迎者河上游的篝火點 還有迎者河下游的篝火 這裡我就直接從迎者河下游的篝火處出發 到了篝火處也是一直繼續往下走 到了下方這裡會有一個T字路口 然後要往右邊轉 這裡有一個還蠻隱密的路 可以去到蒼蠅村 到了蒼蠅村前方就可以直接拿到靈灰了 接著第15和第16個靈灰特別遠 它在米德拉的釜底這裡 在這裡也不好標記 因為它沒有準確的地圖 要到達那裡 我們可以從剛剛的撿到第14個碎片的蒼蠅村出發 就一路往下走 最主要就是來到區岸地下墓地 大家可以先在這個地方點一個標記 之後就直接從剛剛靈灰的位置 到達1號標記點就行了 經過的墓地就會從廢墟墓地這裡出來 然後大家可以先往南邊走 在這裡把地圖給開了 之後再去到西南方 才可以來到米德拉底府 在這裡我就直接跳過中間的這個跑路了 直接從釜底開始 帶了釜底之後 左邊這個畫可以打掉 是一個隱藏門 打了畫之後就一路往前走 前面會有一個敵人 進門之後往左轉 然後右邊這裡要拉一個拉桿 好 之後就可以從這個樓梯上去了 這個路途中還是蠻危險的 之後出來門之後一路往右邊走 往樓梯上面爬上去 上去之後往左手邊轉 然後就一路走到尾 前面會有一個篝火 這裡是米德拉的書庫 然後我們要去的地方 就在腳下的有一道門 這裡其實可以直接跳下去 然後進了門之後 右邊有一幅畫可以打掉 之後進去之後往右手邊轉 上去樓梯 其實把拉桿給拉了 前面會開一個通道出來 然後裡面有一隻肥肥的怪 把他給殺掉 下之後就可以拿到一個靈灰 接著繼續往前面走 這裡有個篝火處 點了篝火之後先把右邊的樓梯給踢了 然後再跳去燈上面把靈灰給撿了 接著第17的第18個靈灰會 會在幽影城的寶藏庫這裡出發 第17個就在這個前方的雕像上面 下一個會在樓上的這個雕像喔 這裡我也是從前面出發吧 畢竟這個寶藏庫啊它的路線真的是很複雜 這裡不需要 這裡就去燃了 這裡不會有放棄 嗎 在這裡 這兩層的路線 就要照顧一路 這裡不需要 這裡不需要 就可以 這裡不需要 在旁邊 這裡 這裡不需要 這裡不需要 有 啊还是被打到了 前面的勾我先点了 旁边也是有碎片可以拿 上来之后可以先把这个金怪给打掉 往左手边进去之后往右手边走 接着就有一路直走上楼梯 上楼之后往后面看 再上一层楼 之后就一直往里面走 这里有一个双刀的刺客也把他杀了 然后这个灵灰就在这个雕像的上面 这是第18个灵灰了 接着我们来探索老佛古一记得灵灰 这里一共有三个 大家可以先在这里做一个标记 在这里一直贴着左边走 然后跟着这条路就可以直接到达高架桥的小塔了 在掩饰我就从这里出发 那么标记点的1和3号呢都是拿着狐的敌人 第二个会比较容易拿到 第一只怪一进来移记呢就可以看到了 移记出去之后会到老佛古一记的东方 勾火点然后就跟着这个桥一直直走 这里会有一个巨人 绕过巨人之后会到达佛老古一记的西方 在影片我会直接从这里出发 那么这个灵灰呢是在出口的地方 右边有一个幽影树碎片可以捡 这灵灰就在雕像那里 这一路往前方走 这个路会比较绕 左边可以看到星红腐败的地方 那我们要往右边这条小路走 这个还蛮隐秘的 因为有个树挡住了 之后就跟着楼梯下来 然后贴着左边走 到了点之后前方会看到一棵红色的树 我们要从那里跳下去 跳下去之后看左手边会有非常多的蝎子 然后走到最尾之后往右手边转 在这里呢会有一个升降梯可以上去 那么敌人就在这上方了 他是拿着壶的 接着就是地图的最尾片区域了 大家可以先在这三个点做个标记 那就从开始的地方出发吧 到了前面这里之后 就可以捡到三个灵灰了 然后呢可以从这个桥这里下去 当然桥下面有非常多埋伏的敌人啦 大家要注意 这里下去之后就可以捡到一个灵灰 然后出去 这里最左手边啊 有一个埋伏的敌人 我们从前方右边的楼梯上去 就可以去打这个胖胖的敌人了 击杀之后可以捡到一个灵灰 击杀之后可以捡到一个灵灰 这边的灵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然后往后面看就可以看到灵徽的位置了 好的 本期的攻略就到这里 非常感谢各位的收看 我是Aish 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